好那么继续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这个是半导体厂商非常需要水 现在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继续我们带你来看在北京当局 现在面临到的是人民的反扑吗 之前大家会觉得中国你很难看到 有那种民众跟公权力对抗 你会觉得他们不敢 但是现在一条命跟你拼 我们要带你来看这几个 都是这两天发生在中国的状况 放在去年放在前几年 你不敢相信 怎么会有人敢这么做 我们先带你来看 这个是在湖南 有一个大妈她走在路上 她拿两个大刀 双刀大妈就在街上 然后大家想说你到底要干嘛 结果最后她是被警方给制服 但是人家也是有一腔的民怨想要说 所以不然为什么双刀大妈上街头 另外我们带你来看在山东林夷 青少年居然是对警车 对他们公安的车辆砸十块 他说你看这个被拍下来之后 人家上的字怎么写 他说现在年轻人都这么狂吗 你居然敢公然的对公安的车砸十块 另外我们带你来看到这个也是在江西 他的房子要被拆了 于是他直接拿着车就冲撞了那些施工的团队了 这些画面陆陆续续在中国各地发生 就说他们到底这些民怨到底从何而来 一个社会经济在下行的时候会发生非常多这种社会的乱象 现在一个一个也是正要开始吗 真伟姐 是啊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以让一个湖南的大妈 她居然是双手左右手全部都拿着菜刀 你可以看到我也很难想象在台湾很少看 有这种场景 那一群旁边的公安人员 他也怕伤了 他也怕伤了自己 就那种像菜兰一样的东西把它盖住 最后几十个人把它盖制住了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何怨气这么大 我觉得那背后的故事才真的值得探讨 而且除了这个大妈之外 包括像是在江西 因为强裁人家当地的一个民宅 这里面到底怨恨有多大 不知道 但是那是他自己的资产 你敢动老子的资产 我就跟你拼了 到底是什么的状况 你看这个部分全部都跟购法斗有关 那包括像是山东灵异 也有人居然敢对公安去丢十块 这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朝代年代 居然敢这样子 现在更重要的是 近期大家都知道外卖小哥 其实是非常辛苦 那你知道吗 至于在目前为止 居然在北京 在上海 在这些重要的城市 他近期正好都在查电动的自行车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 因为据说有的人 大批在copy的过程当中 这是前一段时间一个朋友 他们讲说 其实有人居然不买新车 去干嘛 就是去拆装他的零组件 所以现在在这几个大的城市 他拼命在检查 强制在查这些车 就一拦乱拦到这些外卖小哥 我跟你讲 有的时候外卖小哥 他们急着要送件 对不对 很多的东西 各式各样热腾腾的食物 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何以去为难民众 这民怨的反声 反扑 有些时候就非常之大 对 那他们到底为什么反扑 这个要回过头来 现在在中国有非常多 跟房地产相关的一些怨气 他们都直接就发泄在公安身上 或者是怎么样吗 你就是怎么样吗 那种感觉 那么现在他打算 中国打算用一个招 我觉得这是一个 大家值得参考的 他打算比较日本 去成立一家 所谓的一个平台收购的公司 这就是由中央政府 做一个背后的 不能说隐武者 但是就是当一个主要supporter 但是他最主要就是收购 全中国目前在各省的烂尾楼 目前我只知道 超过两千多万座的烂尾楼 全部都要收购 所以中央出手成立一家公司 把你们这些烂尾楼 全部我通通收回来 然后再来解决 这里面能不能解决 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措施 据说现在正在商量 那目前我只 如果你是成立这个 全国性的房地产的平台 他到时候全面的去收购 不论你到底是碧桂园 或者是这个恒大 或现在出世的万科 全部收购回来之后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保交保证性的住房 这里面有个特点 你把它收回来 之后要干嘛 其实据说打算做什么 做社会住宅 到时候社会住宅 有可能你可以转卖 或者是出租 甚至这个完全就是给 这个社会上贫苦的人 我想这是一个 非常重大的变革 所以这些事情 到底能不能有效 去解决现在中国烂尾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问题很多 第一件事情 钱从哪里来 这件事情民众也在问你 钱从哪里来 而且这里面 我跟你讲 光是头痛的地方 蟑螂就很多 我们现在讲了一个 这个也一定要讲一个故事 这是在这个长春 沈阳那个地方 蟑螂区 有一个可怜 我们认为开放商的老板 很可恶 他认为他很可怜 这位2011年 你看已经13年前到 今年2024年了 他当时投资了5亿人民币进去 到现在惨亏十几亿人民币 还没办法解决问题 因为他盖完的楼房 2016年8年前就已经盖完了 没有办法到住户的手里 为什么 当地的黑蟑螂 当地的恶势力 他现在无法取入 他说他拿了5亿钱后 投注在当地 去那边做投资的时候 结果后来当地的开发商 其他的人全部要来包工干嘛 全部通通都详细要来进入 甚至到后来 各方的债主全部都上来 他可能有些高利 他没有讲清楚 一个开发商的老板 2018年8年前 把房子盖完之后 没有办法 把他盖完的房子 给他的住户里面 从那时候 2011年他进去 这位姐你的意思是 他就是想要好好的盖个房间 也没有办法 但是太多地方上的势力 要来跟他分杯羹 据说这里面背后的势力 说不定有地方的政府 否则怎么可能去纵容 当地的黑帮如此之恶劣 所以你地方的没没高 你没办法解决 请问你全国性的 这个房地产平台 你要怎么去解决问题 你光地方的第一光 你就走不出去 现在这个开发商 只是其中的一个影子 现在在野村 在高盛 他们统计出来 这都不是我们自己讲 它是统计数据 中国现在烂尾楼 如果他有2000万套房 在这个情况 你如果要把它盖完 你还在增加 14.2兆台币业 我的天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现在直接的缺口 至少有17兆台币 请问这笔钱谁先来出 难道你要叫一家 这个全国的什么 中国当中央当背景的 一个收全国烂尾楼的 一个公司 一家公司能解决吗 至于你想想看 这是可能的事情吗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还没有做完这件事情 全国现在 中国已经赶快要去救 它的房价已经开始在崩跌 今年的3月 你看房价 新屋跌2成7 差不多 它的城屋 现在已经盖完的 跌了将近6%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我相信民怨 只会越来越沸腾